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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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文 名号 影响所及 王森 赵极等 各提诗于作品之上 自此风气大开 南宋的作品上提诗 词 文 这一点我们从《迷友人》 杨普之 赵孟坚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 《远代绘画》中 文人画占据了画坛的主流 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 提画之风更胜 前期的《前选》 赵孟甫 以及《公开》 他们作品上提写的诗文 大多在眷首眷尾 眉占显著地位 到了尼赞 尼云林 他在作品上或诗尾用拔 或拔后用诗 非常随意 他在提拔中 或似诗画 或似游记 或似齿读 无所不可 为提款开拓了自由天地 王森的作品也是一提再提 自由至极 到了明代 画上提拔诗文 基本上成了规律 我们看一下 这是沈州的作品 这是文征明的作品 这是董奇昌的作品 在沈州 文征明 董奇昌的作品中 提画之作差不多占了大半 在明代 专门提画的诗集也出现了 印章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在明代画家中 将提款提到更为重要地位的 就是徐伟 我们看一看他的作品 到了清代 画上提拔诗文的风气就更加发达 像清初的石涛 八大等 这是石涛的作品 这是八大的作品 还有清代中期的扬州画派 这是扬州画派 汪世慎的作品 这是黄慎的作品 这是金龙的作品 这是高祥的作品 这是李禅的作品 这是郑板桥的作品 这是李方英的作品 这是罗聘的作品 还有清末晚期的上海画派 他们沿着徐伟的风气 对提拔更加重视 这是海派虚谷的作品 这是任伯年的作品 这是吴昌硕的作品 这是浦华的作品 在清代的中晚期 也出现了很多提画诗文专书 像金龙的东兴提记 郑板桥的板桥提画 西港的东花庵提画绝句 正因如此 风气也由此而开 说到这里 我们就要重点提一下 吴昌硕的作品了 吴昌硕的提画诗文 《古雅雄界》 与其书画相称 不可多得 尤其是他通盘考虑 诗、书、画三者的互相配合 为诗文提拔开创了新局 我们再来看一看 齐白石的提画作品 齐白石的提画诗文 不是雕琢、质朴而有风趣 历史上善于提拔的名价很多 我们无法一一列举 而且每个画家的专长不同 所以不能要求所有的国画 都要有长篇提拔 这样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提款方式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了解一下 中国画提款 包含提与款两方面内容 在画面上提写诗文叫做提 提画文字 从文材上又有提画赞、提画诗词、提画记、提画拔、画题等 在画上记写年月、签署姓名、别号和前盖印章等 称为款 有的款文还记写籍、年龄以及作画等等 如系证人之作 又需写上受证人的姓名、字号、称位 以及应酬语和签词等等 内容与格式变化纷繁 提款不仅要求诗文精美 同时也要求书法精妙 因此 提款必须在文学和书法上同时具备较高的修养 现代人一般善于从前任的诗文中摘抄 中国画的提款除讲求诗情画意外 书写年号一般用中国的裂甘枝来提款 至于记令、月令、时令、节令 匿名甚火、代香沿用、碎成风尚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银款 我们前面讲过中国画的提拔中 提字多的叫长提 只提名字的叫短款或穷款 我们现在所讲的 把款文隐藏起来叫银款 像这幅摧白的双喜图 它就把提字隐藏在了深色的树干中 宋代绘画不仅穷款、银款比较普遍 而且它们基本上没有加给印章的习惯 我们看一下这幅李唐的彩微图 它把提字隐藏在了树边深色的石头上 我们再看一下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它把穷款提在了树叶缝隙中 很难让人发现 我们再来看一看单款与双款 落款一般分为单款和双款 单款也称为下款 是作者自提款 一幅作品完成之后 必须提款 一是礼貌 一是对作品负责 我们来看一下单款中的短款 短款就是在作品上 简单的签署、姓名、年号 一般最多不超过十个字 这幅作品就是典型的短款作品 短款中的一字款、两字款 通常一字款写姓或名 两字款写名 三字款大多写姓名或号 或名后加画或笔或写 书法作品加书 四字款多为名或号 或名字后面加墨、写、画、笔或书 或名字上面加年 年多用甘值 五字款多为名字上面加年号或摘号 或名字下面再加墨、写、笔、书 六字款多以名字上面加年月或名字上面加摘号或名字上面加年龄 七字款中多以年月加名字再加画、墨、写或书 或年龄加名字或摘号加名字 长款即在落款中除了年月姓名外 另加许多文字 一求变化 二求作品均衡 三可以补空位 四可以写出作者的情感 长款还有加作者摘号加作者加地名加年龄 比如吴昌硕的作品就常用地名如青 他会写如青、吴昌硕、浙江安吉人士 也常写安吉、吴苍石 另外还有加作者字或别号 比如加字吴昌硕会写 青、吴昌硕、原名、尊卿 原字苍石 他也常会写苍石、吴尊卿 另外还有加官名的 古人在提款时会有官名出现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双款 双款是单款之外 再加上这幅作品受者之名号称谓、职位、静词等文字 上下两款合起来就叫双款 多处款 如果构图上多处挫杂的空虚 虚体两处或两处以上的叫多处款 下面我们来看看常见的提款方式 第一种是指题画名 这种形式很多人会用 通常画名的题字大于年、月、日及姓名款 有的画名题字还会变换一种书体 提诗词 在作品上提写诗词的人也很多 可以自作 也可以是古人的 但一定要与画意相一致 短题、长题都可以 有的只提一句古诗 有的长题可抄录整首赤壁腹于作品之上 提诗 提诗是对画中的形象 利用文字形式加以发挥补充 使画中意犹为尽之意 再用文字来表现出来 使画面文图并茂 好的提诗是一篇短小惊骇的散文 对作品有互为应发之效 提记 提记可计数所画作品的时间和印象 文字要卷勇 用笔要精简 要试画面的位置 巧妙安排 提字的书体 要与画的工整程度相一致 比如一幅工笔作品 就不适合提上狂草 一幅大写意作品 也不适合提上工整的小凯 提记内容是以不商画局 而要与画的构图紧密呼应为最好 我们再来谈一谈落款 前面我们讲了很多关于落款的问题 也有很多朋友私信给我 谈到他们没有书法基础怎么办 这是每个学画的人都会遇到的 遇到这种情况 不必勉强提上很多次 应该懂得藏拙 就是在适当的位置上 提上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 即便是只提写两个字 也要非常谨慎的选定位置 如果没有把握 可以先在纸片上写上名字 根据构图随摆随看 直到找到最恰当的位置 再写上去 当然练习好名字 年号和写 画 墨 书几个字 可以解决部分的落款问题 但必须同时 还要加强自己的书法修养和练习 因为书法用笔 可以直接影响到你的绘画的表现 会对你的作品产生深远的影响 纵观前面的内容 我们可以理解到 历代名家大师 都是提款的高手 在他们的作品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的作品提款内容 以话题 画作时间 地点 作者姓名等为主 如空白角多 可以提一些 与画面有关的内容或感想 提款的位置 以能增强画面的式为重要 另外还要考虑字的大小 动静 与画面总体氛围是否吻合 提款的字体总的说没有限制 只要同画面协调即可 一般来说 以形书形式提款的较多 偶尔有用立书或传书提标题的 其余部分用形书 总之 提款的种类与形式 要以画面相协调 这才是最重要的 这一节课就讲到这里 下一节课我们讲印章的部分 有任何问题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会及时回复 欢迎订阅 留言 分享 点赞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一节课见 我们下一节课见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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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